大家好,今天是5月9号,今天是母亲节,首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中国的火箭残河昨天终于落地,落在了印度洋马埃戴夫附近的大海里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在大海里造成了永久的污染 因为对这个残河你没法进行处理 而且它落的地点离有人的岛也仅仅是40公里,你说有多么的危险 美国的航天部门NASA就提出了批评,它的负责人发表了声明 说所有的国家对空间碎片的处理都是有一定的规范,而且一定要透明 但是中国这次的行动根本没有达到对空间碎片回收的标准 这个批评是相当严厉的,那也是最新的中美之间摩擦 这个就说明美国政府对中国所犯的错误绝对不会避讳 你犯了什么错,马上就会指出来进行批评,进行谴责 这就是美国的强硬之处 今天是母亲节,中国的各大官媒非常罕见地开始吹捧习近平的母亲其姓 说他是一个老白鹿,非常的爱国爱党,是革命的好干部 工作非常的认真,而且也是教子有方 尤其对习近平经常进行寻寻的诱导 对习近平曾经说过,高处不胜寒,要严厉欲己,要做好工作,做好学习等等 这篇文章一方面就是中共的党媒各级干部吹捧习近平搞出来的文章 因为吹捧习近平的母亲实际上就等于吹捧习近平本人 而且会得到习近平的奖赏 就像吹捧习近平的父亲习中兄一样 习中兄的坟墓在陕西的副平线本来是不大的一个,跟常人差不多 后来习近平一上台之后,当地的陕西省委的干部,省委宣传部部长景军海 就把这个目的呢,就扩大了几十倍 变成了一个四万多亩的一个超大的一个习中兄的一个林园 那这个举动呢,习近平非常的高兴 后来呢,马上景军海从宣传部部长呢,一下就提升为吉利省的省长 现在呢,做吉利省的省委书记,吉利省的一把手 那这个事情呢,每个官员都知道 你做了对习近平父亲好的事情,那么你就会升官发财 那现在呢,各级官员,党媒静向的来吹捧习近平的母亲 那吹捧他的母亲之后呢,也会得到相应的奖赏 另外一方面呢,这篇文章也是非常耐人雄伟 他特别提到习近平的母亲呢,叫习近平高出不胜寒 高出不胜寒,习近平现在是最高处啊,他会感到寒意吗? 这句话他引用呢,他主要是说呢,习近平以身作则 严格要求自己,非常符合现在的从严之党 连政建设啊,反腐啊,这些运动啊,实际上是把习近平 包括习近平的母亲呢,立为一个反腐畅联的一个典范 但是从另外的一个意思呢,高出不胜寒呢 这句话是一个警告的话 你处在高位置上的人呢,你小心给摔下来 你小心犯大的错误 所以呢,引用这个词啊,实际上也是一些人呢 党内的一些高干,他们呢,来警告习近平 你不要一郎自大,你不要狂妄 你可能呢,随时的倒台 你可能呢,会犯大的一些错误 因为这个高出不胜寒呢,这个词啊,毕竟是一个负面的词 那用在习近平这个皇帝的身上呢,实际上还是有点不妥啊 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啊 实际上也反映了党内的有些人呢 对习近平目前的状况是不满的 所以说这个文章呢,端出来 然后再加这个高出不胜寒 这样一个词啊,实际上是话里有话 也说明习近平呢,他现在的非常狂妄 锋芒毕露这样一种做法呢 党内对他看不惯的人是非常多的 现在呢,要借习近平母亲的口啊 给他轻轻的要敲一下 不知道习近平呢,能不能听得进去 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披露的一个惊人的事实 就是,伊朗的第二号人物苏莱麦尼 他被刺杀,是前任的CIA的局长 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 他来矚谋,他来策划,他来实施的 这个事情呢,他是根据前美国的代理国防部长米勒 还有很多重要的人呢,进行回忆披露的 在2017年,川普呢,刚当总统的时候 就任命蓬佩奥做CIA的局长 他做CIA的局长之后呢,蓬佩奥马上就逆定计划 要暗杀苏莱美尼 同时呢,要暗杀的人呢,还包括伊朗的 圣城里的其他的一些负责人,包括在野门的负责人 还有很多的一些恐怖组织的头目 都在CIA的暗杀的这个计划名单里面 各方面呢,都是准备就绪 当时呢,有些人反对这个计划 有些人呢,当然大部分都是非常赞同 认为奥巴马时代呢,对待伊朗太软了 我们要实行强硬的政策 但是有些人呢,他担心这个行动到底有没有合法性 因为你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你进行暗杀 这到底合不合法 当时蓬佩奥就说,合不合法这个问题啊 由律师来解决 我们呢,只管行动 所以可见呢,蓬佩奥他是非常果断啊 非常老辣的 因为这个后续的那些问题啊 就交给律师去处理 我们完成这样一个政治的任务 这是最首要的我们的一个战略 紧接着呢,他就各方面呢进行这个逆定啊 然后呢,就是等待时机啊 本来呢,这个事情往后拖 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 伊朗的恐怖组织啊 他用导弹呢,袭击了在伊拉克的美军基地 而且把一个美国的军火商啊 一个私人承包商呢,给炸死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成为一个导火索 当时的川普呢,就决定实施这个计划 yes,赶快实施 所以呢,马上呢,就按照原计划实施 啊,以下呢,就用这个无人机 把苏联麦尼给炸了个稀巴烂 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搞得是非常好啊 当时这个国际,美国国论呢 一片称赞,一片好的反响 为川普呢,也是大大的加分 当时呢,很多人都以为这个行动呢 是美国的军方出面做的 那到现在呢,可以说大白于天下 原来就是CIA策划的 原来就是蓬佩奥策划的 那可见呢,蓬佩奥这个人呢 还是非常的厉害 因为他本身呢,当过军人很长的时间 而且在西点军校,他是第一名毕业 那后来服役很多年 然后呢,他又考进哈佛 哈佛博士,法学博士毕业 所以他在未来美国的政治界政坛呢 他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美日电信报很披露 除了蓬佩奥之外 美国国安委的奥布莱恩 还有会中文的博明 也都参与到这个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当中 所以他们呢,都成为伊朗暗杀的目标 因为苏兰米尼死了之后呢 伊朗曾经发誓,要把所有的军手啊 要神之以法,要进行暗杀 包括川普啊,蓬佩奥啊,博明啊 奥布莱恩这些人呢 都在这个暗杀名单当中 所以在川普卸任的时候呢 他进行了一个拨款 1500万,专门对这些外国 尤其是伊朗要暗杀的人呢 进行保护 所以呢,现在蓬佩奥、博明、奥布莱恩呢 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处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之中 那从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川普、蓬佩奥 上届政府呢,跟本届的政府 对待伊朗问题上完全是不一样的 现在拜登政府呢 就是想跟伊朗重新恢复核协议 通过协议呢,叫你不再生产核武器 不再进行核的研究 那这方面呢,开始接触 现在呢,基本上要开始了核谈判 但问题呢,就是把这个核协议签计下来之后呢 能不能制约伊朗的行动 伊朗这个独裁政权呢,跟中国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口是心非 我签了一个协议呢,最后变成一纸空文 但好的是呢,美国还要这个以色列的支持 前段时间呢,以色列把伊朗的很多的一些核研究的一些机构啊,机制啊给炸掉了 那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实际上也是告诫伊朗政府 你如果呢,签了协议,你不遵守的话 那我们还可以采取武力的行动 美国可以不出手,那以色列可以出手 现在呢,拜登政府呢,还是寄希望于把这个协议给签下来 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呢,他就是根本不愿意签协议 直接进行硬碰硬,直接进行全面的遏制,全面的打压 这个呢,也有他的一些合理性 那蓬佩奥他的这种思想观念呢,我觉得也是有对的地方 在这个邪恶政权,独裁政权 这样一种顽固不化的情况下呢,必须要展示我们的实力 必须要在实力上要打垮你,让你彻底臣服 否则的话,任何的协议啊,任何的谈判啊 那些最后就等于,废话等于,一纸空文 那蓬佩奥这个人呢,他的这种观念呢,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尤其是未来呢,中国和美国关系更加激化 甚至发生战争的前夜的话,那就需要蓬佩奥这样的人出来 就跟当时的英国和德国,当时德国法西斯崛起 那当时的英国的首相张伯伦呢,他一再遂经 那最后呢,德国呢,他悍然的入侵其他的国家 那大家看到啊,英国的张伯伦,最近政策失败了 所以,他张伯伦不能不下台,那随善呢 大家就是推选啊,一直在叫逍遥俄治希特勒的 英国的重要的一个大臣,那就是丘吉尔 丘吉尔呢,英勇矮身,就是因为当时的法西斯呢 他就是一个不守信任,不讲规矩,不遵守国际规则的一个流氓国家 对付流氓国家呢,只能用实力来打击他 那现在的中国政权呢,跟德国法西斯也是一样的 那伊朗呢,可能还有一些不同性,我们还要观察一下 他跟拜登政府最后签了这个核协议之后呢,如何执行 那对中国政权来说呢,对他签的任何的协议呢 都不能认真的对待,没有什么诚信 所以万一呢,中国他最后呢,跟美国发生战争的前夜的时候 正好遇到美国的大选的时候,那像蓬佩奥这样的人呢 就有可能成为美国的领袖 那目前呢,蓬佩奥他想竞选呢,这个雄心呢 已经多次的表露了出来,那目前呢 他作为国务卿的这个资历呢,来竞选总统呢 还有些不足,除非呢,这几年 在发生一些大事情,我希望呢 他跟前任的副总统彭斯一块来炸弹 来在2024年进行竞选的话 我觉得对共和党呢,是非常的有利的 那蓬佩奥这个人,我是非常的赞赏他的 除了在处理苏雷曼尼这件事情上,尤其是呢 他把中国的休斯顿领事官给铲除了 这个可以说把我的家仇国亨呢,给爆了 因为我当时在美国南部的时候,受最大的这种干扰啊 这个背后的总后台呢,就是当时中共 包括他现在在哈德顺研究所呢,我还对他还进行了一些捐款 所以你就看到呢,蓬佩奥这个人呢,是非常的不错 我们积希望啊,在2024年他能露出头角啊,他能成为副总统啊,甚至总统啊,那都是可以的 也许到那个时候,因为中美之间的矛盾的计划呢,美国就更需要 像蓬佩奥这样,具有领袖的才能才干勇气的人,充当国家的元首 好,今天呢,我们的评论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